香菇 香菇 長大 越來越大塊 快快快快快點回家 七點一起吃晚餐 到底太快 冰冰好料理 同樣也可以說是不是貨 彰化縣的這一位 從事支援回收的這位太太 她碰到了整地工人 給了她一塊鐵塊 她想說這個值錢了 捧到飽了 可以拿出去賣一筆錢 就把這塊所謂的鐵塊 給捧回家 兒子看到嚇一大跳 原來就是一顆未爆彈 趕快請來了防暴小組 來拆彈 沒想到這位太太看到了 大陣仗來到他們家 還反問說 有沒有那麼危險 我摸給你看 沒有啦 夫人指著路旁好大一顆大炮彈 一拍輕鬆 還說要抱給記者看 一點也不擔心 大炮彈會爆炸 我不會怕 我就摸到這裡 摸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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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下午 從事資源回收的流姓夫人 經過彰化縣花 檀香廢氣磚搖廠時 一名工人將這顆子彈 交給夫人告訴他 這個東西很值錢 夫人心想說 這是鐵打的 可以小賺一筆 沒想到 卻把一顆未爆彈 給爆回家 把自己的兒子給嚇壞了 大炮彈外觀就像顆大果實 不過仔細一看 彈頭清晰可見 夫人的兒子擔心 隨時都有爆炸危險 第一時間立刻報警 防爆小組抵達現場 為期封鎖線 護目鏡防彈背心防爆箱 全副武裝 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看起來是什麼彈 破爆彈 8E破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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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歷史很久了嗎 就生鏽了 生鏽了 看起來還有爆炸的危險嗎 沒有危險性 小心翼翼將未爆彈 用防爆毯包起來載走 所幸這顆生鏽的 8E破擊炮彈 沒有任何的危險性 讓附近嚇壞的民眾 鬆了一口氣 中央新聞陳孟輝 高佩蓉彰化 採訪報導